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Tiger 今天来喝咖啡 我顺便想说一瓶有咖啡味迷思的威士忌 究竟这瓶酒有没有咖啡味呢 很多人都十五十六 为什麽呢 喝的时候有时会觉得它好像有少少焦糖咖啡香 那这瓶酒究竟是否有咖啡味呢 因此它叫Nika Coffee Mott Whiskey 留意它的Coffee 这个字 其实后面是EY味的 所以来说 其实这个是一个人名 是Honor当初制造一个新式的蒸馏器 在1830年代的时候 那个发明者叫Alinus Coffey 它当初都是比较惨的 它是爱尔兰人 但是爱尔兰就不采用它这个技术 相反呢 苏格兰人就大大了采用了这个技术 所以后段的Blender Whiskey 这些技术的发明呢 都跟这个人很有关系的 那这种新式柱式的蒸馏器 究竟有什麽好处呢 就是可以大量24小时 连续式地去生产高浓度的酒精 那酒精提炼度呢 是可以甚至去到90至95%之间的 那所以呢 它们通常以前所生产出来的 Single Green Whiskey 大多数都是拿来做 调和式威士忌之用的 那不过呢 今天去Nika出了这枝 的Mob Whiskey 就大胆地采用了 蒸馏Green Whiskey的方式 来蒸馏这一枝 那所以这枝酒呢 其实就跟咖啡没什么关系 那但是呢 这枝酒呢 确实是有少少少焦糖味 都挺清爽易入口的 那属于是入门级二饮的款式